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化 被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俗 则愿解如来真实业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净土教言》 那么《净土教言》当中呢 昨天前面也引用了很多的教程 先讲了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缘 往生极乐世界的殊胜心 这方面也讲了很多道理 那么今天继续讲着 若有人闻 经中也宣说了 需要积累无量资源 成就十缘的因 主要依靠积累资粮 如果不具有广大积累资粮 那么虽然发了往生极乐世界的缘 也不能往生清净的刹土 他这里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前面引用的教证当中 也比较明确 佛经里面很明确地宣说了 往生极乐世界必须要积累资粮 而且积累三根资粮 前面四种因缘当中也讲了 然后呢 成就发愿 要发 往生极乐世界要发愿 但是发愿的主要 要依靠积累资粮 如果没有积累广大的资粮 我们虽然已经发愿 但往生极乐世界很困难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仅仅念一点佛 发菩提心 或者是我要往生发愿 不一定 在实际行动当中 做广大的布施 做供养等等 应该是有很多的功德 有福德资粮方面 应该具足广大的资粮 如果不具足这样的话 可能仅仅是一个发愿 仅仅是发菩提心 不可能往生吧 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那这种想法 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下面拨持他的观点 一般来讲 成就誓愿的因是积累资粮 一般来讲 当然也是 我们要成就一种誓愿 比如说我今天发愿 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或者我发愿 生生世世当中 以出家形象来利益重视 发这样一个愿 首先是必须要积累一点资粮 这是不可缺少的 平时我们对供养僧众也好 我以前也不是讲过吧 我们平时在佛像面前 或者去一些圣山也好 拜见一些高僧大德也好 应该自己在高僧大德和殊胜的对境面前 要发殊胜的誓愿 发殊胜的誓愿的时候 凭自己的财力 凭自己信心的力量 应该 哪怕是公义之相 以这样的一种能力来 以这样的一种因缘来发愿 比如说我今天 在僧众里面发愿 那么给僧众每一个人分一颗汤 这样的话 实际上财物不一定要特别的丰富 只要有一个发愿的素益 发愿的依靠处 这样的话 发愿更加殊胜 以前我们学过的很多 比如说《白与经》 《白与经》 还有一些《咸语经》 很多的经典当中 发愿的时候 当时也有一些 比如说供佛 或者是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平时 也是成就誓愿的话 积累资粮 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积累资粮呢 极致也是因众生的业力 根基 缘分的差别而有 死后立即往生的 或者他是往生的 有两种情况 所有的积累资粮的人全部 是不是能往生极乐世界呢 也不一定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 众生的业力也是不相同的 有些众生在即生当中 可以说 前世的很深重的业力 基本上都已经忏悔完了 已经很清净的了 有些众生 多生累资当中 在阿难耶上面 积累的罪业相当的深厚 那么我们即生当中 依靠再这么殊胜的对境 这种业力也很难以清净 很难以转变的 业力也是不相同的 然后每一个众生的根基也不相同的 有些众生的根基 因为他前世积累资粮等等 这个缘故 即生当中 不管是他的心根 慧根 心根 念根等等 这些根基很殊胜的 遇到一点点的因缘 马上会成熟的 有些根基特别的差劲 特别的低劣 这样的话 根基也是不相同的 还有一些缘分也不相同的 有些众生 比如说依靠净土法 净土法确实是对净土法 有一定的因缘 就是马上能往生 马上能成就 有些 虽然净土法是特别的殊胜 但是以净土法 不一定获得成就 依靠什么其他的禅宗法 或者是密法 或者是以其他的一种修法来成就 所以每一个众生的根基 意乐 缘分都是不相同的 有差异的 这样一来 表面上看 我们很多人一起积累资粮 但实际上 即生当中的有些根基也是不相同的 来世的一些业力 这些也是不相同的 这样一来 有些是死后一定会有往生的 这种情况也确实有的 那么有些 来世往生的 即生当中不能往生的 中营的时候往生 或者是来世往生 有些来世也不能往生 暂时可能堕落 或者是转生到其他世界当中 最后过了很多年 很多劫以后才能往生的 所以我们众生的 戒性不同的原因 众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这个是一定的 所有的人不能一概而论 比如说现在这个经堂里面 有几百个人听课 听课的话 每个众生的根基都是不相同的 有些自始至终 从头到尾 听得很专心的 心里也是每一个问题 一直能专心的听着的 有些众生 从开头到现在 可能包括一节课当中 他也许什么道理都不记住 什么道理 反而也可能对说法者 对金刚道友生邪见 嗔恨心 造各种各样的业力 有差别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是 我们一起听课的 你成就的话 我也成就 必须这样 不是这样的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也是同样上大学 同样上大学 有些已经变成了真正的知识分子 有些马上犯法 犯法以后 犯法灌在监狱当中也有 以前中国佛学院有一些法师 他们给我们也是这么讲的 他们毕业以后 有些当寺院的方丈 寺院的大和尚 已经活法离生 离生事业非常广大 有些下来以后 还书 买毒药 最后判死刑 也有这么特别悲伞的下场 所以我们不能全部一起 因为积累资粮有不同的差别 然而如果具有强烈的信心 希求心 不依靠其他 便可圆满 一切广大质量之因 所以我们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如果具有特别强烈的信心和希求心 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有信心 他肯定会观想 观想以后 还要有希求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相当重要的 不依靠其他因缘的话 实际上你不用天天地去 我要去化缘 我要为了往生极乐世界 我要开始上功下士 然后所有的事情 全部放弃到城市里面去 说我是某某某某上师的化身 某某上师给我委托 一定要有很多很多钱 才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就没有必要这么说 为什么呢 你只要有强烈的信心 你只要有一个很迫切的 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意乐 那么不依靠其他 也在这个心态当中可以圆满广大的资粮因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个往生净土 也不一定要非要做一些 形象上的一些功德 形象上的如果功德 什么都不具足的话 好像我这个人特别穷 我这个人很可怜 我一定要做什么什么 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凡是听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名号之恶 往昔必定是积累过广大资粮的 这是佛经当中也可以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都已经听受了阿弥陀佛的修法 阿弥陀佛的名号 参加极乐法会 前一段时间 在秋天的时候 大家也开了极乐法会 所以凡是参加的 凡是听到这种名号和咒语的人 真的是以前都积累过 很多的广大的资粮 《才能及生》当中 有这个福报 佛经当中这样讲的 所以佛陀在佛经当中说 佛法还没有隐末之前的话 凡是净土宗的广大法门 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佛 一直赞颂净土法门 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佛 一直赞颂 称赞我们净土宗的法门 诸佛皆恩赐 那么这种法门 实际上以前诸佛心里的进化 他们赐给我们众生的 恩赐于我们众生的 赐法能俗成一切众子 如果好好修持的话 即生当中 一定会获得佛的这种智慧 而问此法的 所以凡是我们听到过 往生法也好 净土法的 这些所有的众生 那么以前肯定是积累过 广大的善根 生起善根 并且以前在 不管是任何一个如来面前 都成熟过如来 供养过如来 移植过如来 而且得到过佛的脚趾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现在 很多人认为是 我偶尔路过的时候 好像是有很多人在念佛 我听到了念佛的声音 很多人是这样想 实际上确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佛教当中 哪一个这种因缘的话 并不是很巧合 或者是偶尔的因缘 就一种碰巧 并不是这样的 真正自己的善根成熟以后 也许当时你没有什么意念 我们在这里 有些人的出家 有些人的学佛 自己认为 这是一个偶尔的机会 以前我们写《至海浪华》的时候 很多人 这是一个偶尔的机会 我去寺院里面看看什么书 或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很多人从语言的表情上看 好像是 并不是特意的 但是好像碰运气 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只不过当时 你成熟因缘有可能不同的 有些通过吵架 然后跟家里吵架 生起很大的嗔恨心 然后想出家 最后你的善根福德 以这种方式来成熟 刚才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 占用了二十分钟 然后他一直讲 我跟什么 我的 一位居士说 我跟我男朋友已经吵架了 我现在一辈子当中 今天那样从来没有痛苦过 我今天是特别痛苦啊 上师你一定要帮忙 我说我这些也没办法给你帮忙 怎么样啊 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他说我现在已经这么大的岁数 已经接近三十岁了 他从来没有今天那样的伤心过 你今天一定要解决我的问题 然后我让他讲一讲 结果将来也是没有什么可听的 他自己认为这是特别重要的 他说是什么 现在没有打电话 已经四天了 我不想打 他也不给我打电话 他觉得这个问题是很重要 但我觉得是 我说你发菩提心可不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但是我不想如果打电话 以后会这样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也是很麻烦 那我说你不要打电话 过两天他会给你打电话 他说这样也不行 我晚上睡不着 我说是不是 所以后来他说我要不要想出家 我说今天最好你不要想出家 过两天再说 有时候真的善根因缘 善根因缘是有可能不同的方式来出现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些并不是偶尔的因缘 尤其是我们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 真的在这里也讲了 已经以前 过去的时候 肯定是一直过如来 恭敬一直过如来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 我好像在以前释迦牟尼佛也好 以前其他佛面前 如果见过他们 如果当过他们的使者 我现在都已经成佛了 也并不是这样的 很多众生的 怎么说啊 我们在漫长的轮回生涯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 只不过我们如言 不能回忆而已 不管怎么样 听闻佛法的人的福报那么大 所以我们今生当中 真的皈依了佛门 听到了阿弥陀佛 和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名号 大家应该内心当中 都是生起欢喜心 光是讲别人的故事 大家特别高兴 这没有什么可高兴的 但我想是真的 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 或者是这些呢 在我们读生来劫当中 是非常难以不信当中的挽心 也可以说 有时候我们看 我们自相续当中 也是烦恼深重啊 贪嗔痴的这种痛苦 贪嗔痴的折磨也是很严重啊 然后自己的生老死病 也是没办法应付啊 等等有很多的痛苦 但一方面讲呢 我们在这样的末法时代呢 遇到这么殊胜的法门时 也是非常的荣幸 应该这样想 应当生起欢喜心 并且呢 我们也应该受持 奉颂 精通 为他众光所欢喜 修持 这是很重要 这个净土法门的话呢 自己以后弘扬的过程当中 也不一定要弘扬密宗 有些人说 哎呀 我现在和密宗也是别人不接受 或者是其他的法 想弘扬也没办法 但是如果 根据情况 如果你真的有一点弘扬的能力啊 有这样的话 那就是给别人面前 哪怕是念一点佛号 这样也可以 如果 我们以前也讲过 如果人当中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 夏天你看 有很多的小虫啊 有很多的一些旁生啊 或者是有些菜市场啊 在这个时候呢 在这些众生面前念一些 阿弥陀佛的名号 宝吉如来的名号 释迦牟尼佛的名号 这样的话 这些众生都会获得了 从此以后 不会转到恶趣当中 真是有这样的功德 如果我们这些都不承认 所有的学佛全部都 一种言辞上 或者理论上的话 那我们不是真正的 皈依佛教的佛教徒 只不过是一些 研究佛教的一些人士而已 这样没有多大的意义 应该这样 在实际行动当中 所以我们学佛呢 有时候实际行为当中 弘扬佛法应该有弘扬佛法的一些方法 就是不一定要弘扬佛法 一直要有一个特别好的道场 道场里面 你一定要当方丈啊 一定要做什么 才可以有弘扬佛法的能量 并不是这样的 尤其是自己没有谈什么名为利养 在这种情况下 随时都可以有清净的心 有清净的心的话 哪怕是你坐车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人 旁边也给他耳边念一个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说三遍 说七遍 虽然他没有听受的意义 但实际上在他的耳根当中 已经种下特别殊胜的一种善根 所以这方面 大家也应该相信 他这里也是这样 应该欢喜修持 甚至善邪作供养 也会获得了众多佛的不可胜数 所以他这里 阿弥陀佛的法本 阿弥陀佛的《弥陀经》 这些的经典来 可以积累很多佛的资粮 还有《霍经》当中也这样讲的 如果没有积累资粮 那么我们根本听不到这个法语 今生当中已经 成就的这些菩萨者 那么毕将会 已经以前有了这种善根的 这些法心的菩萨者 才能闻得到这样的佛法 任何一个人听了这样的法 实际上是他已经水炼了佛陀 已经观想了佛陀 光听到耳边也是获得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六种水炼当中 水炼三宝 水炼刺戒布施天尊 有这样的 随时我们水炼三宝的功德 你们也是最近刚在学 所以真的这些 作为我们三宝的弟子来讲 时时刻刻地 随炼三宝 随炼布施和释戒 还有随炼天尊 天尊指的是 受持佛法的所有的 护法神 天宗 鬼神 受持护法的这些所有的非人 都可以包括在里面 应该我们随时都是要 随炼他们的恩德 我都有时候想 现在我们违缘这么多的 一些时代当中 我们的闻思修行 已经在这么多年以来 可以说是非常顺利 这也是 护法神和很多三宝的价值 一般来讲 可能在别的地方 给十个人传法 也有时候是特别困难的 所以我们没有他们的价值 很难以形成的 那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这是佛陀的一念善事 一念佛陀的欢喜 那么我们即生当中对佛 对菩萨有一定的信心 说明这个人以前成为佛陀的道友 佛陀的眷属 佛陀的弟子 已经有这么好的善缘 正据此等圣教所说的意义 可以推着今生当中 如今耳闻佛号等十分难得 获得如意宝 获得宝藏一样 获得宝藏 由此可知往昔积累过 广大赐量 所以我们今生当中听到 释迦牟尼佛的名号 或者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么这并不是很容易的 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了 应该是以前积累过很大的资量 而且即生当中 意义也是特别大的 我们有些人好像得到一点宝藏 一些钱财 这个时候觉得我今天运气很好 我得了如何如何 前一段时间 我看见一本书里面 说是美国有个 好像有一个人得奖 人民币二十多万吧 大概是得了这么多 然后大家都觉得他很了不起 他自己也是特别开心 但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在别人面前 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 大家都觉得也没有什么 这是正常现象啊 实际上真正从价值方面来讲 是谁的有价值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因此我们也应该可以 从退离的话 退至往生 往昔积累过 广大资念 并且可以退至 将来必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我们即生当中 对往生极乐世界有一定心境 有一定兴趣的话 将来也是一定会是往生的 所以我们今生当中 遇到这样的法 也是特别的熟悉 以前上师如意宝 在他的根本上是浪漫罗主 他也是给他老人家讲过 你晚年的时候 好好地弘扬净土法门 凡是与你结缘的人 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以前上师也是亲自这样说过 然后他的传记当中也是有的 旁边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 他老人家的传记当中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从直接和见解 对上师又接上了非常殊胜的因缘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来到这个人间也是确实非常可惜 所以我一再想 我们在座的人 这次我们听闻净土教言的所有的人 我们也一起发愿 跟着上师如意宝一起 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 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如果每一个人 从法治内心的这样发愿 我想诸佛菩萨的金刚语 不会欺骗我们的 哪怕是天垮下来 也不会欺骗我们 不会欺乎我们的 因此我们自己也应该 不管是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些也好 以后我们这样的法语 谁听到的话 当下大家这样发愿 我想上师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 阿弥陀佛的发愿力和智慧力 也是无法言说的 因此依靠这样的殊胜因缘 我们也并不是没有因缘的 已经有了这么殊胜的一些因缘 阿弥陀佛的有关灌顶也好 修法也好 我们联诵也好 然后这方面 也努力了很长时间了 所以希望大家最关键 自己也要发愿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发愿 光是耳边听到 这样的话是不一定能往生的 所以大家以后 从现在开始 我们也一起发愿 因为我们人生短暂的几十年 是很快的时间都会过的 再过二十年的时候 可能我们这里一般的人都已经离开人间了 在二十多年前的有些 今天我跟我们学院的有些坎伯和佛 一起在有些谈话的过程当中 都能发现 以前我们十多年前 在上师如意宝一起在经堂里面听闻佛法 不是 在上师面前听闻佛法的时候 当时在场的一些好多老坎伯 现在只有剩下几个了 全部都已经离开人间了 所以我们人生是非常短暂的 现在世间上的人们都根本不知道 每天都是搞事业 每天都是搞工作 搞家庭的各种各样 每天都忙忙碌碌的 我们住在寂静的山里 应该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打算 所以说 大家应该能不能发愿 离开这个世间 舍弃入身的时候 应该祈祷阿弥陀佛 好好地 当下自己的心应该专注 这一点大家应该发愿 就是 摩佛伦波切这里也已经讲了 并可退治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定殊胜的因缘 那么必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 一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 否则不仅我们 这个是摩佛伦波切也是通过退治而了知的 并不是限量知道的 为什么呢 不仅是我们这些凡夫 不能了知自己的 这也是一种退治 如果没有退治的话 不要说说我们这些凡夫人 凡夫人了知自己前世后世的情况如何 有没有解脱 一切种子的缘分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凡夫人 是很难知道的 而且大阿罗汉 也是不能如是了知他人的相续 如化解世主的善根 大阿罗汉 目犍连 当时也没有知道的情况一样 是这样的 应该说 我们通过退治来知道 往生极乐世界是没有任何怀疑 当然只有退治 并不是说是现年见的 当然门佛伦波切他这里 也是一个比较谦虚的语言来说 我们现在这些人 自己的前世后世 到底后世是怎么样 前世是怎么样 这些都根本不知道 不要说我们不知道 释迦牟尼佛身边的阿罗汉 目犍连当时也是 他看化解世主的善根的时候 当时没有发现 以前前面也有一些注释 注释的可能说法有点点不同的 但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当下马上有获得阿罗汉的善根有没有呢 当时阿罗汉也是 他不知道的 有些是时间太过长 有些是距离太遥远了 这是我们以前讲《成绩宝珠论》的时候 也给大家已经说过了 不在这里谈 通过退治 我们一定会往生的 真正能现年知道的话 那别说 我们阿罗汉亲自能见到众生的前期后期是相当困难的 唯一佛陀才能召见众生的 一切前期后期的意思 由于众生的业力 缘分 根基各有差别 所成就的果也是不相同的 每一个人 他们发愿也是不相同的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业力 缘分 根基各有差别 所以有些想获得阿罗汉果位 有些想获得菩萨的果位 有些也不愿意离开这个世间 一直住在这个世间 所以每一个人的发愿不相同 大家所成就的果也不相同 但若具有强烈的信心 若具有强烈的信心和希求心的人 这可佩者 并非是无有缘分者 我们对阿弥陀佛有没有缘 很多人是这样讲 我这样往生极乐世界 有没有缘分 我现在学密法 有没有缘分 我现在如何如何 做什么事情 有没有缘分 其实很多别人这样说的时候 我基本上给别人回答的时候 看你对这个法门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有缘分 有些人说 我现在学密宗有没有缘分 然后我回答的时候就翻过来说 你对密宗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说明是有缘分 然后有些人说 上师我对你有没有缘分 你对我信心有没有有的话 那有缘分 这样说的话 稍微好一点 不然我也不知道 他对我有没有缘分 然后这个人对密宗和对净土法门 有没有缘分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 我们应该从这方面来看 对净土宗是真正有信心 有希求心的话 肯定是有殊胜的因缘了 有些听到耳边 也有一个因缘 但是这种因缘跟刚才有其信心这两个因缘 也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他这里是这样讲的 对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生起信心 也可成就广大的净利 所以我们前面的这一道话 主要讲 对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生起信心 积累资粮 然后清净罪障 就清净罪障 因为我们前面引用 《净土经》的教证 然后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遍满珍宝 上宫下室的功德和 然后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 而合掌 这个功德两个相比较起来 那么我们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或者是对阿弥陀佛以心专注的 发清净性的功德大 这些教理全面已经讲过 此外佛经中说 应该这个地方这样说 此外佛经中说 听闻三十名号者 菩提道中不配转 这个问题我们前面也讲了 来自菩提国之间 获得不枉陀罗尼 就是逐渐逐渐 这个人也是在来自菩提国之间 一定会获得不枉陀罗尼 又说不转女生 获得种子 持犯惊心 转贵族 获得殊胜善莫迪等 那么听闻阿弥陀佛名号的 这些众生的话呢 那么从此以后 不会转女生 极乐愿文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不转女生 转贵族 深深世事绝境戒 就是深深世事当中 具足清净的戒律 前面极乐愿文当中也是 顶礼三十阿弥陀 应该有这么一个偈宋吧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听闻阿弥陀佛的 这种名号以后 那么从此以后呢 现在很多女人的 低劣的身体会舍弃的 然后从此以后呢 再不会转生 女人的身体 然后呢 不清净戒律的人也好 或者是深深世事 愿意清净戒律的话 听到阿弥陀佛名号以后 诚心诚意 祈求阿弥陀佛 那么从此以后呢 生生世事当中 世世代代当中 转生为清净戒律的人 也是这样 《极乐愿文》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平时呢 一般世间当中来讲的话 女人的烦恼 也是比较粗大 然后地位啊 身体也是比较狭烈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没有自由啊 修法呢 心不堪能等等 有很多的违缘 所以在佛经当中 经常也是说 转生这个女人呢 也有很多的过失 那么阿弥陀佛的 应该是二十二愿 还是在那一个里面 那个里面也已经讲了 听到阿弥陀佛名号以后呢 那么以后呢 离开身体 转为男生 也有这样 阿弥陀佛当时在发愿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二十二愿吧 记得不是很清楚 应该是这样 有发愿的 当然所有的女人是不是不好呢 也并不是这个意思 强门仁波切的《极乐愿文》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有些女人 比如说具有知足少欲啊 知产羞愧啊 还有一些具有智慧悲心的 像这样好的一些女人 那么一百个坏的男人 也是比不上一个好的女人 他们很高兴 安慰 安慰 因为这里 是啊 所以《极乐愿文》里面好像记得 这样说过吧 有没有 对 试一试啊 现在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坏男人 特别多的 那么这些 一百个不要说说 我觉得是 喇喇羞愧仁波切说的 有点少了 一千个也不行 一千个也不行 还有他引用了一个教证 身体低励 境界高 虽然身份很低励 但是境界很高 境界很高的话 很多的一些坏男人 也是没办法逼 也是这个意思 不管怎么样呢 阿弥陀佛也是当时是这样讲的 去年有一个人不是问吗 有一个大学生问啊 为什么你们佛学给我们女人 有点欺负 佛教也是有一种 中男妻女的思想 然后很多呢 好像当时他问的什么问题啊 后来我说 不一定是佛教 实际上你们女同志的能力 还是有限的 现在世界上是一百八十多个国家里面 有多少个女总统 有时候我们怎么说啊 人的这种能力 这些方面是有限的 所以也不一定是坏 所以有些修行过程当中 真的 以前从佛教的历史上面讲的话 在女生当中也是 成就者是非常多 佛法历生的角度来讲 也是同样的 只不过是佛陀呢 确实是有些 在生理上 根基上有一些过失 所以眼里的前者的原因也在这里 是这样的 然后生生世世 转于贵族当中 还有赐犯经信 一直受清净的戒律 所以我们平时 受清净的戒律 也要祈祷阿弥陀佛 然后发愿 这是非常殊胜的 实际上受持清净的戒律 以前也有这样的公案 如果我们转生于 特别富裕的家也不行的 特别贫穷的家也不行 以前应该是在印度 还是什么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国王 这个国王 他行持非法来治国 后来太子他心里面想 如果我长大以后 还继续带王位的话 那我也跟我的父亲一样 搞一些非法的事业来护治国家 所以后来他特别想出家 但想出家的时候 父王一直没有开许 他说 我们家里有这么多的财产 这么多的一些世间 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这个出家是肯定不能的 所以不让出家 正在这个时候 有一次他看着 拿着棍棒的 有一个乞丐 然后乞丐呢 就觉得是 当时王子一看着 这个乞丐肯定很自由自在的 很快乐 他就跑到那里去问 你为什么不出家 你看你很自由的 他说 我先很想出家 但是呢 我就没办法卖什么钵鱼 卖架杀 这些一分钱都没有 所以我现在太穷了 没办法了 后来那个王子他说 你出家 我现在出不了家 寺院 我给你可以创造 买钵鱼 买架杀 这些都是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 有些老板也是这样嘛 我现在不能出家 不能修习 你帮我去 到佛学院去 让我给你每个月 给两百块钱 然后你给我多回想 是不是一个人 开始想起了自己的故事 不是吧 所以当时乞丐也已经答应了 乞丐答应了以后 确实他出家 但是王子有一个要求 他说 你如果得到一些超胜的功德 你还是告诉我 后来他出家以后 精进修持 后来获得阿罗汉国位 获得阿罗汉国位的时候 他就问 你看怎么样 他说 我已经获得阿罗汉国位了 所以我已经获得了殊胜的功德 我今天还是转告你 因为我这个功德的来源 还是你的供养离不开的 当时他们发了一个愿 发了一个什么愿呢 他说 我们这个藏文当中 他意思呢 不转贫穷家 也不要不胜富贵家 不胜富贵家 不胜贫穷家 然后未胜中等家 很长得出家 大概是这么一个偈颂 意思是 愿我们生生世世当中不要转身上特别富贵家里去 也不要转身在 特别贫穷的家里去 转身在一个总等的家里去 很长出家 所以我们平时送箭 或者是在安居 在很多发愿的时候 念诵这个是很重要的 后来发愿的王子 应该是舍利者 转身为舍利者 所以平时的发愿 也是应该这样的 《极乐愿文》当中 也有阿弥陀佛面前祈祷 然后自己生生世世都是 发愿得出家 发愿没有往生之前 都是得出家乡 这样的发愿 也会容易成就的 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极乐世界的功德 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呢 当下就 《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能召见善事如来 然后先前圣者的断正功德 先前圣者的一切的断除 一切烦恼 所致障和获得 也就是说 不是经所有之霸 获得菩萨的这种智慧 人无和法无的智慧的功德 智慧的功德 均获得不退转国位 他这里的话 基本上讲 获得了往生极乐世界 获得了菩萨的国位 全部具足超生其他菩萨的 殊胜功德 那么极乐世界的 所有的这些比丘 所有的菩萨 具足非常殊胜的 其他一般的 我们的圣洁性的 一些菩萨的功德 根本比不上他们的功德 因为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当中 好几个愿 应该是二十二愿当中 我记得好像二十二愿当中 是这样讲的 那么这些愿当中 也是有的 然后获得了不退转国位 那么这些 全部通过这种方式来一生当中圆满真的获得 难以四十的功德 意思就是说 所有这些阿弥陀佛的眷属 都是得的菩萨 我们现在暂时持这种观点 因为从他的发愿二十二愿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一生部主 在一生当中 马上获得了殊胜功德 所以当然在这个说法上面 也有一些不同的 比如说 以前欧益大师 他说是平底的高位 他平位的高地 应该是与念佛好坏有关系 以这样来说 这样也有很多代业往生的 按照汉传佛教的有些道理 也这样讲的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是 以前智成仁波切好多的话 也说极乐世界 也有凡夫种 这方面说法是比较多的 但是真正极乐世界往生 按照蒙伯仁波切的观点 应该获得菩萨为以上的圣者 可以往生的 从我们《弥陀经》和 很多经典当中来看 也可以这样解释 为什么呢 因为到那里以后 六种神通全部都圆满了 然后所有的端住 烦恼 具足如何如何的功德 从《弥陀经》和《观无量经》 很多很多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般来讲 我们凡夫的这种 平时的功德 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这种现象 我们也可以推置 可以推置 当然在这个观点上 自己也是承认哪一个都是 我觉得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有些大师说是 因为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根据自己发心的力量 所以有品位比较低的 有些也有这样讲的 所以很多汉传佛教的 有些高僧大德们的讲法 也是不相同的 但这个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到了往生极乐世界以后 当时又没有凡夫不知道 既然是有的话 到了那里以后 已经成了不退转了 从此以后 再也不会堕到人间当中来 有些法师说是 往生极乐世界以后 不会堕落恶趣 但不说恶趣的可以 不堕路道可以 那么他们如果来的话 来的方式都是不相同的 如果来的话 当时应该在极乐世界 专门为了度化众生 已经逼业而来的 不会开除而来的 所以说应该专门度众生而来的 并不是退逝行性 这种情况是 从大乘弥陀经典当中 大乘的净土经典当中 怎么看的话 也可以看得出来 不会有的 所以说 我想我们在评委方面 有很多的辩论 也没有多大的必要 所以说 如果有自理 修持获得于极乐世界 菩萨通顿的功德 则需要经过无数的大戒 这也是完全是依靠佛陀的加持 如果凭自己的力量 凭自己的力量要往生极乐世界 而获得极乐世界所有的 同等的功德 菩萨们的同等功德 那经过无数的戒 才可以的 我们短短的一生当中念佛 根本没办法解决的 如果依靠自理 根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但因为依靠佛陀的 不可思议的力量 发愿力 所以我们这样的业力深重的凡夫人 也是念佛 肯定能往生的意思 但由于净土而发 具有信心 以希主性的有缘 则来说 依靠阿弥陀佛的所缘 和不可思议的智慧力 以及他的大慈大悲力 他这里说 如果依靠自己的力量 根本没办法的 但是我们对极乐世界 有信心 有希求心的 有这么样的殊胜因缘者的话 那么依靠阿弥陀佛的所缘 和他的不可思议的智慧力 以及他的大悲力 就像我们从头发里面拉走了一样 头发里面呆着的话 这个人如果头发稍微长一点的话 乖乖的 不得不跟着去 因为他拉着你的头发的时候 特别痛 不管以前 我很小的时候 有些我们那里辟毒的时候 他们好多工业局的人下来抓人的时候 从头发里面拉走了 让那些人一直跪跪地跟着跑 就像是这样的 阿弥陀佛好像我们头发里面拉走了 我们有没有头发 也不知道 但后面有一些人 有比较不是特别干净的头发 然后怎么说啊 就像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是一个强迫性的 特别强迫的那样 能往生极乐世界的 所以这是真的 我们在这里 他力往生也可以说 自力往生也可以说 为什么自力往生呢 自己如果没有一种希求性 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没有什么信心的话 从自己方面的缘分已经断了 所以佛陀的加持是不可摄议的 然后佛陀确实是给我们 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净土 这个是有的 包括释迦牟尼佛也是在各种经典当中 也赞叹阿弥陀佛的这种功德庄严 净土的功德庄严 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发愿 自己的因缘没有成熟的话 也没办法 汉长佛教当中经常也是说 佛有不能的三种 比如说一些业力不能转化 还有一些无缘的众生不能读 还有什么 对 众生是无缘的 不可能读尽 三种不能 三种不能 一个是没有缘分的众生是不能读的 众生是无缘无尽的 不能读尽 还有一个呢 不能转化业缘 也这样的 所以我们自己一点也没有信心 也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想 我们应该说 有一定的因缘 而且以前上师如意宝去五台山 主要发愿 念诵普贤心愿品 与他结缘的所有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 当时上师也经常在课堂上 不是这样的吗 他老人家到哪里去 发愿的第一天 他想观察一个缘起 当时所有的僧众在念普贤心愿品 然后他老人家想 我上了法座的时候要观察大家僧众在念什么 然后他老人家刚刚法座上坐下去的时候 他就仔细听了一下 僧众在念什么缘辞 这个时候正在念 我即往生毕国 以现前成就赐大缘等等 普贤心愿品的这些几种 后来他想 我这次到汉地来 凡事与结缘的众生 都能读到极乐世界 这个因缘非常殊胜 也这样说过 所以这也是历来的 有很多高僧大德 观察甚深的一些因缘方面 也有非常好的开端 所以我想大家一定要发愿 这是我们自身的事情 但发愿的时候 我看这里已经讲了 有信心和希求心 当然有信心和希求心 现在我觉得信心和希求心 门佛仁波切再三地也讲了 同时也应该现在要发菩提心 没有菩提心的话 真的 现在很多人 我在轮回当中很哭 听说极乐世界很庄严 很美妙 那么我一定要往生大极乐世界去 好像自己很想去享受享受 很去看一下 就像现在有些人到美国去 看一看风景 享受享受 有这种心态 这样不好 我到那里去是什么呢 并不是自己享受 一定要理由众生 以前上师也是经常给我们讲过 我们现在已经在诸佛菩萨面前 已经发愿度众生 要度众生 我一个法菩人真的度不了 不要说是别人 我自己都度不了 所以我现在依靠一个方便方法 一定要对阿弥陀佛 结上一个很好的愿 然后我自己获得了无量无边的功德 神通神变 然后我度众生是人云之城的 很顺利的 怎么样想度众生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目的并不是自己快乐 一定要度众生 所以平时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 也发这样的菩提心 我们平时在家里应该观想阿弥陀佛的刹土 然后我要去往生 应该这样想 想的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不可能是无缘无故到那里去 我为什么去呢 我并不是自己去享受 也并不是自己在那里躲避 因为娑婆世界很酷 听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特别快乐 那里很自由啊 天天都是不用做饭 不用提水啊 那里有什么都是 我们极乐愿文当中也不是这样的吧 什么都随行所欲得获得 所以说 我这里天天都是在 提水很困难的 我一定要往生 不要这么想 我要度众生 度众生的话 最好的判法是往生极乐世界 先前我们的发愿 应该这样想 这是最好的办法 当然我们临终的时候 你就会不会想这些呢 这个很困难的 你想临终的时候 可能来不见我 为了度化众生 我要极乐世界 肯定不会有这么多的想法 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刚看 首先我目的已经搞清楚了 这样想完了以后 当时不一定有这种心态 当然很多法师们 我以前对这方面比较关心 比如说 净控法师经常讲的时候 他也强调发菩提心 但是他人家讲菩提心的时候 所谓的菩提心是什么呢 就是清净的心 就是我们一心专注念阿弥陀佛 这就是菩提心 就是这样讲的 但这样讲的话 有没有这样的教证 也不知道 也可能是可以 应该可以这样说 以前台湾的法师 他讲的时候呢 他说 我们现在发菩提心是不可能的 主要是好好地念佛 诚心诚意地念佛 念佛办了以后 到了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有菩提心的人 他的品位是最高的 应该是上升上品 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 能往生 但是到了极乐世界以后 才可以发菩提心 然后逐渐逐渐地上去 他们也是这样讲的 但这些佛经里面有没有 我不太清楚 也许可能有吧 或者是一些高僧大德 眼角的传承 有这种可能 不管怎么样 我是这样想的 首先我们现在说菩提心的时候 应该这样想 我要往生 有时候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修净土法门的时候应该想 你自己念诵的时候 也应该这样想 我一定要度化众生 这就是我在诸佛菩萨面前 已经发了非常坚定的誓言 我要度众生 我也许刚才也是重复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们要发愿 我要度众生的话 唯一依靠阿弥陀佛的 不可思议的神变力 获得了无量的功德 这一点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时候 也是这样讲过 但现在有时候 回忆上师的一些语言 当时我们觉得 他老人家自己在说什么 好像自己在发愿 自己的事情一样 但现在看来 这些都全部变成了我们的事情 所以当时有时候上师也说 他老人家说 我现在每天都是好像啰啰说说 可能你们现在觉得 我的话太多了 但是我离开人间以后 也许你们觉得 我现在的话说得太少了 不够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的确是有这种感觉 现在一想起来 当时该说的很多 我们都没有记住啊 应该多说一点 有这种感觉 所以当时他老人家也是在显现上说 我先到极乐世界 然后功德圆满的时候 才可以度化众生 我想他应该没有这种担忧的 但是他对后学者 后学者也是这样称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大家也应该这样发愿 我们修其他的禅宗也好 大圆满也好 密宗也好 这些都是不相会的 我们一定要修 这是我们要认识本性 修行 这些都是一定要照样地修 我们对中观的闻思 其他闻思修行都不能放弃 一定要修 但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人最后有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然后度众生 这样都很好 如果我们这样 确实是阿弥陀佛的这种加持力 让我们很强迫地 只要临终的时候有这么一颗心 强迫地会接应的 比如说一个贫穷的人 他在几百年当中 或者几十年当中 他就辛辛苦苦地积累了一些财物 而无法与突然获得如意宝的财富相比 一个人突然获得了一个如意宝 那么这两个能不能比呢 不能比 那个人虽然很辛苦 虽然很痛苦 但是他的财富毕竟是有限的 如意宝的人 因为他的福报很大 他一点都没有辛苦 但是他的功德也可以说是用之不尽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如果依靠其他法门 很长的时间当中怎么样苦修 也是得不到极乐世界菩萨的功德 然后我们依靠净土法门的这些人 短暂的侵作也能获得殊胜的功德 所以我们平时 以后回到哪里去 对净土宗还是一定要尊重 自己一定要有时候是念佛法 现在我觉得是汉传佛教当中 有时候有这个毛病 一般念佛的人早上去看寺院里面去的时候 很多都有些老年人 年轻人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不应该这样的 应该自己也是 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到念佛堂去念佛 拜佛 功德那么大 为什么不去 没有理由不去 有些人说我因为学藏传佛教的 不用去啊 前一段时间我在光州的时候 有一些居士 我们所起所来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这里也是没有什么密宗道城啊 所以白天都好像自己有时候看看书啊 有时候还是在家里睡觉啊 一直图难这样讲 我说 你们为什么 城中心有一个大富士 为什么不去 他里面有那么多 啊 我们从来都没有去过 我们不是学密宗的 我当时也说了他们 你们在别的地方要建立一个密宗道城 也没有什么必要的 早上也没有什么事的时候 应该到哪里去 然后他们说 哎 这些都是老年人 我们一点不好意思 我们说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而且这些学问确实还是很高的 有好几个博士生 有一天来了一些博士生 然后我说 你们不要认为是你们博士生 你们这个世间的这种博士学位的话 对阿弥陀佛的净土众的一些神奥相比较起来的话 那没有什么的 你们不要说是自己认为是博士生 就很了不起啊 应该到大富士去 每天早上去拜佛念佛 这个功德很大 当时他们点点头好好好这样说了 但是可能我看他们 表情不会去的 我是在内心当中 真的这样想的 我们不管在哪里 还是没有什么差别 佛家也没有什么 我是现宗 我是密宗 不管在哪里有积累功德 积累资粮的地方 大家应该诚心修持 这是很重要的 因此依靠众生的善愿 和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智慧 而这种两个因缘聚合的时候 极为难修顺道 也会毫无费力的成就 本来非常困难的一种东西 依靠我们众生的善愿 和阿弥陀佛的这种俗愿 智慧 这两个因缘聚合起来 就像刚才获得如意宝一样的 很快的时间当中 应该能成就的 所以我们再三地想一想 看我们现在 不会往生的 有没有理由呢 没有的 佛的这种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众生的善愿力 也是不可思议的 这两个因缘具足的时候 一定会是往生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肯定对阿弥陀佛和对佛陀 有特别大的信心的人 肯定有的 有了这个的话 那肯定是能往生的 所以这一点 大家应该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信心 就这样的话 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已经具足了 今天讲到这里